两面来的 两面 全国国地都有 做法也是五花板门 国有铁点 但是 在两面里面加入节目 温州市赌床 1882年 光绪年间 我太奶奶 成果是在垂平山下 也就是现在的江南新区 用当地的油材质 磨质发酵 制成节目 用在两面的调料里面 当年我太奶奶挑起蛋蛋 周家传详 一家人的生机 就只往里往两面 民国初期 蛋蛋完成了摊摊 两面增加了热面 成两面的招牌 也开始卸在了 八熟美食的历史上 如今到我这代 已经是第五代 成两面先后被评为 重庆老子好 重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国名消吃 也多次上报 重庆消灭五十强 成两面品牌 也从单一滴消吃 发展成几两面 热面 桃饭 等等 多种快餐消吃的 中和品牌 说会儿节目 中国节目 万州节目 它不是日料里面 用商溃磨制成的 女节目 而是用油材质 磨制发酵而成的 万州节目 不太臭 柔和一些 但清爽得多 重庆四川的两面 红油都下得磨 一个节目和红油 混合在一起 那个味道 哪怕是吃了很多的老骨骨 一口下起 都情不自禁的 耶 安逸 先是简单粗暴的 把你的味道打开 然后节目的清香 红油 姜酸 花椒 酸甜麻辣醋 全部在你的世界上爆炸 我在万州 专门承包了几十墨地 高了一个节目基地 对头 一定要用 万州独有的油材品种 才能做出最地道的 万州节目 节目本身营养丰富 功效很多 开胃讲资 放猪牙 还有些美容家 把节目油作为 按摩油 适用 这个大家可以自信 去问独量 城里面的大本营 在万州 现在在全国 也有了很多家门店 除了每天让大家 欲罢不能的凉面 城里面的重庆 小面 炸家面 牛肉面 以及桃饭 炒面 炒粉 都成为了 四个喜欢的万州美食 重庆是美食之都 收文牛尾支牌 我经常参加 国内外的 美食文化交流活动 在美国 英国 新西兰 嘿 我说 有几个羊土的碗里 还是我的项目 想要你 城里面 是四亿万州的 重庆美食 推荐美食 我们当然 一不如此 憋斥不言 蹭两眠